你不知道她的模样 但你知道她的能量吧 你不知道我的模样 但面具不是沟通的屏障 我不想让你以貌取人 也许应该打破感官 用心灵触碰 也许应该透过妆容 看到最纯净的我 有人说这是看脸的时代 而她说No 只有真爱才能揭开X-GO的神秘面具 她是谁 她是X-GO 中国面膜门店领导品牌 魔法传奇 邀请您收看《非诚勿扰》美丽播报 欧巴扬 真的是太帅了 好像男嘉宾帅成这样 真的科学吗 看着帅 忽然觉得三观都正 那你说我就该报了 该报还得报 你再等会就有别人报了 不但这么欺负人呐 我特别想报 但但她坏了 这下我就放心了 反正她不但我走 我真的让你了 你自己劝她吧 到这来是给当当找继母的 对 你喜欢的 我也喜欢 那你觉得什么时候结婚合适 我是一个很缺少父爱的人 我觉得你们的这种家庭感觉 很感动 我想跟你们一起生活 我想心里把我亲戳过去 欢迎来到 江苏市 韩束晒月白 《非诚勿扰》 有请主持人 慕菲 欢迎收看由韩束越晒月白的 韩束晒美白独家冠名播出的 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 《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 由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 独家特约播出 《非诚勿扰》 由轻度美酒参作新选择的 瑞奥索三七味酒 特别赞助播出 大家好 我是孟非 欢迎你们 欢迎各位 欢迎黄开老师 黄磊老师 今天是2月14号情人节 一个特别美丽的节日 情人节我们准备了一些活动 我就想起前不久 1月11号的时候 我们和新浪微博 我们联合举办了一个 秀恩爱单身派对的活动 已经结束了 参与我们活动的幸运观众 会收到玫瑰花 会收到《非诚勿扰》的门票 这些获奖的幸运观众呢 这些节日礼物呢 可以登陆《非诚勿扰》的 官方微博来进行查阅获奖情况 另外我们《非诚勿扰》 现在在和哈尔滨等其他一些城市 我们在联合举办 《非诚勿扰》爱琴天梯的活动 跟爱琴天梯这个词 大家听说过 在重庆有这么个地方 真有一个地方叫爱琴天梯 但是我们是用了这么个概念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发布一些 跟爱琴有关的数据 比如说这个城市 结婚的年龄 平均年龄 男性是多少啊 女性是多少啊 每个城市最适合约会的 爱琴胜地啊等等等等 就发布这么一些概念 我们也希望这个活动 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我们营造一个 在情人节有这么一个 特别浪漫的这么一个氛围 除了这个情人节还会怎么过呢 最常见的 像我这种不太浪漫的人 能想到不多的方式 看电影儿 对 吃个饭 看个电影儿 对对对 最近有一个这个 这个也是我的 也是我的师妹 然后也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也是非常优秀的导演 徐静雷 徐静雷他拍了一个新片子 在布拉格拍的 那个电影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有一个地方 只有我们知道 那那个地方是什么呢 他这个就只有我们知道 那今天你让大家也知道一下是吧 所以你要去看那个电影 你才知道是什么地方 你才知道是什么地方 我这个脑子比较慢 对吧 我刚才不是不告诉他们 是因为只有我们知道 是吧 希望大家能够过一个 支持这个电影 对 情人节也希望这个电影能够大卖 好 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戴森女生 24位美丽的戴森女生 欢迎你们 请亮灯 新上场的8号女生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张竹 来自河北邯郸 现在是一名高铁常务长 喜欢阳光 爱笑 又不是稳重的男生 欢迎你 14号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刘丹妮 我来自贵州 我是一个苗族的产科医生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 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然后看着他们顺利地出生 健康地成长 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感 我曾经做过的就是 截肢压了一些正口味的大手术 然后我的那个 截肢你做的 对 我的双手就是沾满了鲜血 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描述你的职业呢 对 一个外科医生说 我双手沾满了鲜血 太吓人了 新上场21号 哈喽 大家好 我叫丁玲 来自湖南的 目前在佛山工作 那我从事的工作呢 跟孟爷爷有一点点关系 因为做餐饮 做韩国浪里的 我们都是餐饮界的啊 好 欢迎你们 我们的奖励规定是男嘉宾 第一轮亮相 获得不少于22战辆 能牵手女嘉宾的一开始后 都将获得由休闲旅游 领导者图牛旅游网 提供的马尔戴夫之旅 男女嘉宾只要签署成功 都将获得由新度美酒 餐桌新选择的 瑞奥佐三季味酒 提供的顶级烛光晚餐套票一份 图牛旅游网 提醒观众朋友 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 登陆《非诚勿扰》 在新浪上的官方微博 参与好想和你去旅游的微博互动 挨得心动的他和图牛一起去旅游 做好准备 开始今天的节目 有请1号男嘉宾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十威 今年32岁 来自上海 孟爷爷好 两位老师好 十威 欢迎你 他刚才一走 我直接走出去了 对对不停 我经常和男嘉宾这样 二马一搓的 他本那边去 我本这边去 这位是世纪佳缘交友网 在向我们推荐的男嘉宾 24位女生对十威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 11号 男嘉宾 我现在虽然不知道你身份 我想问一下 你是不是会经常做一些演讲之类的活动 我觉得你起范很像 我曾经做过老师 做过美术老师和葡萄牙语老师 男嘉宾 你好 我很好奇这个葡萄牙语听起来怎么样 我会听西班牙语 但是葡萄牙语一点都不会 可以给我们听一下吗 你好 大家好 我又再打《Dudu Ben》 跟西班牙语很像 还是听不懂 不要以为葡萄牙和西班牙靠在一块 他就有什么联系 不要因为是牙 就是都是一样的 来 我们看看第一条片子 大家好 我是时薇 我有一个三维动画公司 同时也在做葡萄牙语方面的培训 我是一个不一样的上海男人 都说上海男人喜欢安稳的白领生活 可是我就喜欢真 我曾经是个动画剪辑师 有一次遇到一个巴西客户 当时我就在想 如果我会葡萄牙语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客户据为己有 而且在葡萄牙 安哥拉 博桑比克 都在说葡萄牙语 这些国家要石油有石油 要矿石有矿石 还有美女 于是我就开始了葡萄牙语学习 都说上海男人保守 但是我曾经自己一个人 独自到非洲潮浪 安哥拉的首都罗安达 可是世界上物价最贵的地方 贵的简直令人发指 一个汉堡25美金 吃的时候我心都在滴血 一张10美金的电话卡 仅仅只能打12分钟 又欠费了 大家都觉得上海男人很胆小 实际上我身上有冷静和勇敢的一面 有一次在当地给人打结 结果呢 我急速地让自己冷静下来 跟他说 你这样打结我 上帝是会生气的 他就把我现金抢走了 他说他要吃饭 但是我说你手机必须还给我吧 我有客户要谈的 他就说 手机客户信息很重要嘛 对吧 祝你在安哥拉 能够找到更多的客户 更好地发展下去 我觉得自己智商不高 学历也一般 自所以现在那么努力地 在奋斗自己的事业 我想等我赚到3000万之后 在那个时候 我就可以咸云野鹤一般地 钓钓鱼 吃吃面 生活不过如此而已 就钓钓鱼 吃吃面 也得要3000万的 没有3000万 就钓鱼 吃面都不行啊 孟老师 这个我 孟老师 我补充一下 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实现财务自由 是这个概念 但是反过来要说实现财务自由的话 3000万 也不算自由 那你要看有多自由 我要看第一个海 买个游艇 对吧 所以要自由和要自己想要的生活 真的跟钱没关系 财务就没大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我的野心也不是很大 要求也不是很高 这么一个数字 我就可以了 就 我跟你说 恰恰不是这样的 年轻人千万不要想 我这一辈子挣到一个树之后 就不再挣钱了 我就可以享受生活了 你看黄磊那么有钱 不还能上《非诚勿扰》来挣钱吗 对不对 我是不一样的什么什么人 从地域上说 只要是来自上海的 听了N多次 这样我是一个非典型的上海人 我是个不是一般的上海人 从职业上说 只要是来IT界的 我是非典型的IT人 我是不一样的IT人 我们待会看看这个兄弟 到底哪跟上海人不一样 24号 男嘉宾 我看到你劝图这个歹徒 然后就把钱还给你是吗 那你当时等到你就是清醒过来 我觉得你当时就是 你清醒过来 这件事情过去以后你还怕吗 我不是很怕 歹徒他抢劫你的时候 自己也非常紧张 这个说的对的 因为我真听到过 这个我在澳大利亚 他们有些大的企业 有些连锁企业 他们员工培训的时候 就是你碰到那个歹徒 持枪歹徒进来的时候 打开那个收音柜 把钱钱拿出来的时候 他们培训员工的时候 因为那些劝匪也会很慌张 很紧张的 第一件事你要让那个劝匪 安定下来 不要害怕 说告诉你 我不会报警 这个摄像探头 你拿个东西把它盖上 没关系 他如果一紧张 万一一哆嗦开一枪打死个人呢 不紧张 不紧张 不害怕 不害怕 慢慢来 把钱给你 保证他 在情绪安定的情况下 把钱顺利地拿走 不要造成人员上网 对 对 对 要安抚他们 我们能不说打劫的事吗 我们好好找对象好不好 来 三个 男嘉宾 你应该可以去说 你不是一个 你是个非点心的伤害人对吧 但是我听说伤害男人 很好 很好做对象的 因为他们会做家务啊什么的 对吧 还会帮女朋友 那个淋包啊 对吧 这些你都不会做吗 我这些都会 但是我提前告诉你一个缺点 就是做了这些之后呢 会把女朋友惯坏的 唯一的一个缺点 我想问一下 你说你会把女朋友惯坏了 但是我觉得 就像我做的菜 我想想 这点是9号的时候啊 男嘉宾这边 金毛屎王 像我做的菜 我就比较喜欢 在里面放一点中药进去 比如说我煲汤的话 我会放一点当归枸杞和添麻进去 我不知道男嘉宾 有没有这个习惯呢 我 我们做饭一般上海菜 不讲究这些东西 不过你觉得要加的话 可以 没问题啊 我用来尝试一下 那你不担心吗 他万一哪间放错药了呢 你吃一下 你吃后 都是一些温补的药 不会太过分的 中药一般都是慢性药吧 就是死得不那么快 吃上一年半彩之后 没有痕迹 不容易破案 来看下一条片子 我有过一段婚姻 刚跟我前妻认识的时候 她还在读研究生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她非常温柔 到了婚后 我就感觉到 我进入完全不同的世界了 以前 我的收入是她的两到三倍 到现在 她的收入反而是我的四到五倍 她就有点受不了了 觉得自己亏了 她的情绪起伏非常厉害 有时候她就非常偏执 在网上买东西 买十次货 她要退九次 她经常说我智商比较低 说我也就罢了 她居然还对我妈说 若这儿童欢乐多 两个人之间最起码的尊重和价值观都不能统一 那这样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的离婚是因为她要买房子 买了房子以后她来找我复婚 我非常冷静地想了想 我家三代单船 考虑她的精神状况 我还是很理性地选择了不复婚 经过了这次失败的婚姻 我自己的想法也变得更成熟 对我未来的人生伴侣 也有了自己的标准和要求 我希望她最好从事外语 艺术 或者财经类的工作 家境尚可 父母年龄不要太大 有能力或已经在上海购置了房产 如果自身条件特别突出 或者门当户对 那也是可以考虑的 以上的要求都是我深思熟虑过的 婚姻不是儿戏 我希望我们未来将会拥有更美好的生活 好 在这里 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的前妻她是在跟你结婚之后 然后才有的这个疾病呢 还是说婚前就有的 是这样的 就是婚前实际上就有 但是呢 就是我对这个疾病的认知 不是特别了解 因为有 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是婚后的话 那是不是因为 她也是在婚姻当中 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所以才会形成这样的疾病呢 这个 这个实际上这个疾病本来就是有的 只是说一开始婚前的话 是没有住在一起 那你是不是因为就是 有这个疾病 所以才离开你的前妻了 是这样的 刚刚那个VCR你也看了 因为我的前妻啊 她做事情非常反复 经常是就是做了一个决定 然后会后悔 那么这样的话 我就不知道她做了哪个决定是真的 男嘉宾 这儿呢 这儿呢 就是第一我想说 这你女朋友挣钱比你多 那你就争取努力挣得比她多吧 作为一个男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你说什么 因为你婚前就知道 她是有这方面问题 然后你婚后了又跟她离婚 那你当时结婚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好 然后你过后又说这个 好像您刚才说了半天 都是女方的责任一样 每个人的行业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她搞金融的 她可能作为一个员工 都比自己做老板自己干 要赚得多很多 这个是一个社会常识 完了 来 第二轮最后一个问题 李迟 刚才就是出现这个 婚后之后出现这个 精神疾病的问题 我就在想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 两对结婚的时候呢 他都会知道对方 一定是身体健康的 如果就是结完婚以后 发现对方有这个问题了 那么解决的方法 只有唯一的一个可以离婚吗 所以这个问题 我特别地想问问黄汉老师 就是 对 这个问题 我特别地想问问五号 你是律师是吧 你觉得这种情况下 她的这种选择 在法理上是说得过去的 婚姻其实她崇尚的是婚姻自由 也就是说是双方的意志自由 如果就是她离婚 是双方的都是同意的话 这法律上是不会干涉的 但是这个前提是 女方反复地提出离婚 这个我觉得我做到 我自己是会应该做的 李迟 还有问题 还有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当然作为你是正常方 无所谓 你离了婚以后 你还可以再结婚 再组成家庭 但是对于有 本身有疾病的人来说 离婚可能对于她来说 是最大的痛苦 离婚以后 只有她自己一个人来承担 所以 她刚才说了 是女方反复提 她精神不好啊 你不能听她的 李迟 还留的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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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在电视机前 有理解我的关键 这个伞是我花了三天的时间 是自己手会上色的 那么在这个场上 就进入了我的一个成长经历 就是比较遗憾 没有展现在人家上 她比较会算计利益 都是包括她在她前面 那个婚姻当中 其实好像都是说 有利和没利 当李迟提那问题 我想李迟刚才也会想说 如果一方有病了 其实也真是 特别是在精神状态 有问题的时候 你是不是跟人家照顾她呢 可以带着她去治啊 也不是说无路可走 只要是病 那总有治的方法嘛 如果一对夫妻感情深厚 他们在一起 如果谁发现了身体上 有一些顽疾 他当然是应该 一生去照顾她 帮助她 这个才是一个美好的爱情 从她提供的 那就可以推测 其实在之前那个婚姻当中 更多的也不是由 出于感情 而是出于当时的利益算计 可能还合适 比较门当户对 所以最后一方有病了 利益上受损了 不门当户对了 又没有感情 那肯定就是离开 是最理性的选择 祝她幸福吧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齐龙 今天27岁 男的上海 希望70% 谢谢 齐龙 欢迎你 帅哥 帅哥 长腿 长腿 欧巴 对 24位女生对齐龙 印象如何 请考虑 这位男嘉宾是 真爱网向我们推荐的 请选择 青毛小狮子总是跟人不一样啊 9号 我觉得她太瘦了 不是说瘦人多火 怕她脾气暴躁 什么意思 就是中医有一句话叫 肥人多食 瘦人多火 她太瘦了 怕脾气太暴躁 汪玲露 瞧男嘉宾这身材 您这样真的科学吗 我想说你爸爸当初是怎么生的你 你是原装纯天然的吗 不是 我原装的 不是 原装的 特别帅 开始比较编子 我的前女友大了四岁 在一起感觉什么都好 选择她是因为我不想做 无知少年努力攀附的服务 可非常无论 是她不愿做无知少年 累积的避风港 姐弟恋大概总是这么残酷 成熟原来不能用口头强调 成熟原来不能用口头强调 大学服装设计毕业后 我独自来到上海 来时只有一只背包 一张车票 现在我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正在努力实现自己的设计 正在努力实现自己的设计 我的奋斗不为发家之父 只为了培养自食其力 懂得来之不易 我会每天固定时间锻炼身体 健身和恋爱一样 盼人保持清晨和火力 不同的是 她的付出和回报 一定成正比 我选择踏实的生活方式 肚子饿的时候要吃饭 还没有人爱的时候 好好地爱自己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你长这么帅 是不是有很多女生 会主动追求你 没有 其实我交际圈非常窄 就是我其实只是 跟自己的朋友去交际 所以还真的没有女生追求我 3号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就是你之前说 谈的姐弟恋大女4岁 然后就是你有没有做什么事 让她觉得特别失望 而且特别累 我到现在我27岁了 当我回想起那个年龄 经历的那些事情的时候 我会觉得那个时候我太单纯 我太一味地想要自己 要的那个东西 而没有去考虑过对方的感受 那你现在还赞成姐弟恋吗 如果说的 当然 其实你的姐弟恋 还是希望被女生照顾一点对吧 而且姐弟恋 你说小的时候 你比你18跟了22的姐姐 大4岁 能感觉出姐弟恋 是 你30跟34的时候 其实没什么差别 是啊 你那个20岁的时候大个四五年 那是你人生的四分之一 对 五分之一 你到30岁 40岁的时候是十分之一 对 八分之一 咱一个70的老头 碰上一个80的老头 这都是老头 对 对 就只在说一下 因为说的无数遍 我觉得再补充一下 就是咱们现在台上好多女嘉宾 都会说大个一两 比对方大个一两岁她都接受不了 真的那个思想是有点落后了 对 咱们那个传统明天好多俗话 其实都是很鼓励 女大三暴金砖嘛 对 女大一 女大一什么 女大一 暴金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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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不好听 女大五那个 女大六 加多福 女大六 乐不够 爱不够 乐不够 爱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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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说的还是 女大七 向西西 如胶四七 对 如胶四七 女大八肯定发 女大八肯定发 女大九 长长久久 对 最长久 最长久 女大十 羊羊直 羊羊直 你看 女大四十 那还是算了吧 对 咱们就算 截止到女大十 截止到十吧 截止无所谓 真的是 尤其你到二十六七岁往上 说实话 你再大个两三岁什么的 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22号 男嘉宾一上来 我真的忍不住 想学金松益那句话 奥巴雅 因为真的是太帅了 然后她的三观也很正 人生观啊 价值观还有 她的那 她的三观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看着帅啊 我仍觉得三观都正 像这样的脸 那一般当叛徒的可能 不是比较大 对 你看旁边那个啊 不当叛徒都不太可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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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选女朋友身高 大概要求多少呢 这个 这个 这个问题 关乎于我抱不抱灯 没谁了 没有 就是对于女朋友 我没有身高要求 真的没有 那你说我这灯抱不抱 抱啊 你再等会就有别人抱了 我随便你啊 谢谢 谢谢 三号 三号 好 陈连明你好 刚才说的 你对女方的身高没有要求 但是如果 就像我这样子 比你矮很多 我1米67 你会有穿高跟鞋的要求吗 没有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片子 我和你有一面之缘 动心是在一瞬间 但我不敢把动心当做爱情 因为你说过 爱情应该是永恒的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会控制不住地去刷存在感 想给你的朋友圈点赞 想跟你说很多话 虽然大部分打出来以后又删掉 很巧 我跟你养了一样的猫 这样我更容易经常想到你 想让你靠 让你依靠 让你来到我的怀里 但我没想到这么慢热地 对待爱情会这么地主动 我意识到 如果我再不行动 我可能会失去你 张琳 我知道你讨厌虚伪和做作 我不会花言巧语 也不太会讨人欢心 但我真的因为你而动心 我想和你在一起 想要一瞬间的动心 变成永恒的爱情 张琳的事先等一会儿 我先把赵群阳那个事解决 我回忆了一下 你上一次爆灯的时候 是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我刚爆完灯之后 就为他而来塞亚 余燕嘛 余燕 他上次也是 他爆灯的那个 刚爆完几秒钟之后 出现了个为你而来 你这次又爆灯 爆完了几秒钟之后 又是 不是 这个怪我 我刚才要拦住你就好了 孟爷爷 你下次有这样的情况 提醒我一下 好 我们就是拉 上次你要再说爆灯 我就飞过去把你摁住是吧 对 我不要 不要 想问他的爆灯呢 什么心情 我也是你也是每次 选的那爆灯 选的那点也太背了你 我又醉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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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醉 你慢慢习惯了什么 为谁而来的那个 为谁而来的男嘉宾 就正好他就看得下 因为 我觉得也会有为我来的 不是 不是 我觉得 哎 对啊 下次你一直爆到一个 他专门就为你来 你一爆 把你俩成功 我走了 那我就不爆了 我记得李迟报过两次也是 随即都是为谁而来 李迟我觉得有故意的成分 幸亏今天我没报 但是不是 李迟不是说碰上为谁而来 就爆灯 李迟是经常爆灯 李迟是 你只要有谁为别人来 他就爆灯 对 你实际上 人家为他来嘛 他又拒绝 那说明我有预测性 来 还有这么多 我先问一个问题啊 考不考虑其他的 只选择他 那其他的女生就可以 他选择我 他选择我 还是跟他走我 回答 只为了 OK 走 来 其他的女生就可以 灭不了了 这个没事 你这个情况特殊啊 特殊啊 张琳 我们见过一面 我想你应该记得 咱们朋友生日的时候 你跟你姐姐 你跟你姐姐完全不一样 所以见完那面之后 我想见千方百姓 我要了你的微信 就一直在刷存在感 我在点赞 然后看了很多 你发的微信 你微信里发的那些东西 我每一条都有看 所以其实从VCR 第一条的时候 我说的很多话 其实就是你微信里发的 我觉得你就是对的人 我只是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去试一试 看我究竟是不是你那个生命中 可以变成永恒的人 陈嘉宾要说的话说完了 那接下来 我们在等张琳的态度之前 我们来下一个环节 打开转门 所以其实我准备的第一样东西是 猫屋 我们拥有同样的猫 我们都养猫 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 我记得你发过一条 你说你喜欢百合 所以我今天买了百合 然后 这个盒子里就是那些 我一条一条删掉 但是没有给你发出去的话 我把它打到纸上自生的条 放在这个盒子里 汪老师 我可以送过去吧 现在你可以有话告诉我 回应他了 那个 其实我刚跟你认识了一会儿 我知道你年龄比我小 然后 我压根就没考虑到 你会喜欢我什么 我也没往那方面想 然后 然后你长得也比较帅 然后 我发现自己渐渐就是不会爱了 有点胆小鬼 然后就是身边有人喜欢你 你也不会察觉到 然后渐渐我是在这边 找到了自己的勇气 我觉得 如果 如果真的喜欢的话 不应该给自己一些 一些挑挑框框来 年龄啊 收入啊 相貌啊 我觉得我现在不受那些 然后 所以 所以 我记得黄磊老师说过一句话说 如果你不试一下的话 你永远不知道那边的人是对的人 所以 所以我想心里把我牵过去 等一等 等一等 来 我们掌声祝福他们 在你过 在他带领手之前 我们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办 双胞胎的姐妹在台上 原来的11号 姐姐刚才一直在坐在旁边 看着这一幕 在妹妹和妹夫下去之前 让妹 让姐姐有什么话要对她们说 我觉得我自己牵手的时候 我都没有就是想哭的感觉 但是我看到妹妹牵手的时候 特别 特别开心 很高兴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俩留微信 为什么没给我留微信 我当时也单身 就没理事是不是 你们都牵手成功 所以我挺为她很高兴的 虽然年纪就是姐弟恋 但是我希望你们俩好好的 希望你能照顾我妹妹 好 事还没完 我这儿就事多是吧 我们受人 受人之托 有人委托我们的 给你一点惊喜 来 我们接着打开转门 我要拍摇 适当时和她带着打开转门 已经一个leichgem的 在电视上不是每个人 都看到那期节目的 这是我之前牵手的男朋友 现在是男朋友 然后我们交往了一个多月 然后感情很稳定 但是你跟我说 你敢不上《董事有恋》啊 对 对 对 其实我故意瞒了他 我故意跟节目组 委托节目组帮我一个忙 我说在这个之前 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个 准备工作 我跟他故意吵一个小架 然后故意疏远他 我跟他早上说 我今天赶不上动车了 我来不了 包括我空见了两个妈妈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母亲 大家好 对 以前张杰见过没有 还没见过她 这个是双胞胎的妈妈 阿姨你好 这个亲家母见面了 把两个老人都接到这个台上来 他今天来的时候 那个导演组跟我说 他有这么一个设计 瞒着 瞒着张杰 然后他到现场 把双方老人都带来 这是要办大事的 这也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来 你 该你宣布了 张杰 张杰 我一直叫你小兔子 今天小老虎过来了 你还记得吗 这挺美好的 14 12 13 17 17 是我们专属的爱情密码 2014年12月13日 下午17点17分 就是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牵手成功 之后我们真的在一起了 所以我今天特地为你准备了这个环节 希望能够带给你一个惊喜 我想今天在《非诚勿扰》的这个节目上 当着所有观众的面 当着我妈妈的面 当着你妈妈的面 当着我所有好朋友的面 让孟老师 让两位华老师 给我做一个见证 我让妹妹偷偷地告诉你 你今天一定要穿一身白色的衣服 她骗你说是节目组 为了制造一个 庄重一点的一个现场 其实这套衣服 是为了配我给你准备的这个头纱 我让阿姨和我妈妈 现场为她梳妆一下 张杰已经哭了不行了 张杰不哭 今天我要让你成为我的新娘 为此 我特别定做了这一款戒指 因为我知道你是金牛座 这款戒指有一个金牛锁 我希望它可以牢牢地锁住 我们之间的感情 另外我把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刻在了这枚戒指上 我希望我们的感情 能够长长久久 刻骨铭心 我经常在对你说 爱情最好的语言 就是陪伴 让我陪着你 就让我陪着你 就让我陪着你 张杰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感到你的心 也可是有了意念 其实你也是真爱我 不要太犹豫 再忆愿 两位 我们再走一次 你们的 让大家用掌声送给这一对新人 他们的求婚成功 我们等待他们结婚的消息好吗 来 恭喜两位 来 好 我们送走姐姐这一对 这是一对新人啊 来 这个妹妹和妹夫 你们下面到底不再存心了 妹妹 妹夫等半天了在这儿 我 紧紧牵住的手 不要放手 永远守护我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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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男女嘉宾 获得了由休闲旅游里 到这途流旅游网 提供的马尔代夫之类 祝福他们 其实看到男嘉宾 我已经刚出来的时候 我怕他看不到我 因为我想跟他打一声招呼来着 然后我真的没有想到 他是为我而来 然后因为之前我们相差比较大 年龄相差比较大 然后我根本就没考虑过 他会为我而来 我很庆幸 然后第二条片播完了之后 他还给我这个灯 也很庆幸我能跟他见我成功 珍惜这次他给我的机会 然后好好表现出去 让我们和途牛一起去 马尔代夫旅游吧 观众朋友 您正在收看的是 《越晒越白的韩束晒美白》 独家冠名播出的 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 《非诚勿扰》 观众朋友如果想了解 24位女嘉宾的个人资料 和联系方式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 编辑短信81511加女嘉宾 编号发送到106666620 或者登陆《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她们留言 想要征婚 相亲 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 请到百合网 正爱网 世纪家园网站 或者到我们的现场报名点 报名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想先了解下期精彩内容 请关注《魔法传奇美丽播报》 《途牛旅游网》 提醒观众朋友 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 登陆《非诚勿扰》 在新浪上的官方微博 参与好想和你去旅游的微博互动 at心动的她和《途牛》 一起去旅游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是李响儿 是北京 今年24岁 李响 欢迎你 这兄弟手受伤了 经常有人网上说 问男嘉宾 为什么这伤《非诚勿扰》 都说手受伤了 我想问一下你手怎么了 前一段时间 那个开车进货的时候 撞了一下 骨折了 左手手腕稍微受点伤 攻伤 攻伤 24位女生 对理想印象如何 请考虑 这位男嘉宾是 珍爱网向我们推荐的 请选择 我想问一下 赵群扬你没什么事吧 我希望你尽快 从刚才的事情里面走出来 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一般前面爆灯啊 这个爆灯之后没有成功的一个 在下一个男嘉宾来说 他笑起什么灯片 立刻灭 说我得冷静一下 你应该像这样 你准备爆灯的时候 你问我一下 你说这哥们是不是为谁来的 我说你赶紧说 你先爆了再告诉你 你小心点 刚才怪我 我以后的 其实慢慢我也想说一句 刚才那一幕 我在后台看 我真的太感动了 我觉得姑娘 我是这么想的 你觉得我可可怜了 老可怜了 我是觉得该爆还得爆 喜欢的不要放过 我是这么想的 然后她说 我就为你来的 准备灭脱了 你不是专门为她一个人来的吧 我是为24位女嘉宾其中一位 这好商量 新上场的12号就是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律师姨 我来自深圳 我的职业是做文案策划 我是一名非常无厘头的人 平时呢 我总喜欢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里面发呆 我希望有一个人 可以带我到他的世界里面精彩 谢谢 是不是无厘头 待会一聊天就会聊天 看第一条片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工作中我是一个闲不动的人 每时每刻我都想自己过得很充实 生活中呢 我又是一个很随性 而且有爱的人 大家好 我叫李响 目前在一家文化公司 担任营销主管 曾经为了让自己闲不下来 一年干了四份工作 由于太累 在回家过程中 一万十万 即使这样 我都嫌不下来 出来玩一些运动 做着康复训练 还和朋友开了一家户外品牌店 生活中我特别喜欢养狗 每天早上他都喊我起床 起来让我带他去玩 我爱狗胜过一切 时间的选大瑞 让我活生生地养到了二十四季 平时由于性格特别好 什么事都好商量 经常帮朋友照顾狗狗 时间长了 狗都随我了 脾气都变好了 闲不下来是我的性格 生活中友爱是我的品质 我就是这样一个动静结合的人 从中医的角度看 这哥们长相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很想知道 是热还是火呀 目前没有看到 目前没有看到 但是我也很喜欢养小动物 但我喜欢把动物放在一起养 比如我曾经养过兔子跟狗放一起 然后小鸡跟狗放一起 你有没有把猫和鱼放在一起养过 养过的 猫跟鱼 猫跟乌龟 包括乌龟跟鱼 我都放一起养过的 那你们家狗的伙食还可以 猫的伙食也不错 我最后狗粮是被兔子吃掉了 然后兔子就撑死了 兔子撑死了以后便宜狗啊 没有 然后后来我又养了一群鸡 结果那群小鸡内晃 打架都死掉了 你的生活活跃很丰富多彩 大家都知道这姑娘才来 她是一个中医 在扬州 每天就这个样子去给人看病 不不不不不 我只是会偶尔这个样子给人看病 她偶尔这个样子给人看病 那患者一推门看他就做病都好了 对 转身转身就倒了 说我不看了 我不看了你 而且她还拿了个针灸那个针 我还真的挺喜欢给人扎针的 然后没事我就会给家里人扎针 家里人都好吗 感觉挺蛮好的 她也在一起撒 5号 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有没有经历过 失去宠物的悲痛啊 因为我本身也是非常喜欢宠物 但是因为我从小养了一只猫 然后它意外就是死掉了 然后我当时是连哭了三天 而且是上学的时候也在哭 无时无刻都不再哭 上课的时候也在哭 然后当时把我同桌都吓坏了 那个我先解释一下 当当是有声势的 就是我们家的那个狗叫当当 是与许娜瑞 她是在5岁到6岁的时候 才放到我家里 就是因为我姐姐那个怀孕了 不能养狗了 然后就说找亲戚朋友 谁喜欢 谁带走 没有人要 然后呢我就接过来了 所以说我应该是当当当算我的继父 不不 当当 也不能让狗占占这么大便宜 当当算我的继父啊 是当当的继父 所以说 就是说她前6年不是在我这儿一样 她到这儿来是给当当找继母的 来 出开就对了 我有四段情感经历 读书时的初恋 给我落下了最深的记忆 她是那种特别有范儿 而且很洒脱 还有一点小高傲的那种女生 我当时一下就被这种气质的女孩子 所迷住了 她是个挺强势的女生 我呢也是个很好说话的人 万事我都要顺着她的心走 我俩交往的时候 很多朋友说她抽烟喝酒去野店 或者说跟一些社会上的朋友 就是交往的比较亲一些 不是什么好女孩 又一回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就直接和她们打了架 自从那次事件发生之后 我不仅受到处分 还卧床休息了很久 女孩一次也没有来探望过我 像凭空消失的一样 我们也就稀里糊涂地分手了 我认为就是结婚的前提条件嘛 就是时间自由和财富自由 我的理想女生呢 我希望她能高挑一点 最好人生观和价值观 可以跟我相近 最重要的一点 我希望她喜欢狗 我是一个很喜欢小动物的人 但是我从来不敢触碰小动物 因为我觉得养羊的 不然你触碰小动物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亲情吧 因为其实养动物就跟养孩子 其实不敢说完全相同啊 但有类似的地方 如果一个人就是养孩子 但是我们要对她就是尽忠尽职 我们作为父母要求 刚说的 刚当时她更像父母 养孩子不用尽忠了 尽心尽力 尽心尽力 孙媛媛 我够高吧 我那个 我健身高1米72 然后我也喜欢小狗 小动物我都喜欢 什么蛇 什么狗啊 什么猫 我都喜欢 不不 我解释一下 我喜欢那种能交流的动物 就是说我并不是说 我讨厌冷血动物啊 对 你喜欢的 我也喜欢 那你觉得什么时候结婚合适 他等不了了 动物的事翻篇了 不说动物了 人家为什么结婚 谁这样说的 我跟你讲 那个狗啊猫 我就什么时候结婚 直接跳过你一大段 我很喜欢你这种迫切的表达 孟爷爷说 你不去回答 这是你 你觉得什么时候 你就说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就是一个计划 有计划就是我计划是在30岁之前 但是说我预计是应该在28岁到30岁 因为我有一个 再过个三 四年 三 四年 三 四年 对 你太伤我心了 不是 什么时候啪日想 啪日想 啪日想 对 就一会儿再去想 汪玲露 你喜欢的对象是属于那种 高能范的欲解心 说着我这种是吗 你觉得考虑一下我怎么样 拉倒吧 你比人十号差远吧 对对对对 孟爷爷 我比较高跳啊 我觉得挺好 挺好 你看啊 看啊 你能说吗 来 这样 你要跟他走吗 来 你决定一下 你要决定我先成全你们住 你要不要暴灯 但是我告诉你 我肯定会为你留灯到最后 这就暴灯嘛 这样就好 这样他灭不了你的灯 你要留到最后是吧 对 好 留到最后 你不会真带他走吧 不可以啊 他要是不带我走 他等一下你就带我走 我就赖上你了 我告诉你 最要是敢这样 这货砸我手头了就不 出不去了 你不要再往外转啊 我求你了 你往下走啊 等不了了 我们看下一个环节 打开转门 你会再来的一位 我可以再来的一位 你会再来的一位 我可以说 是个环节 我可以再来的一位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父亲老李 老李 不 我的爸爸 长得真像 父子俩真像 孟茴老师好 不敢当 不敢当 两位黄老师好 李老师好 我介绍一下 本来呢这个SARS的演奏呢 应该是我的儿子李响 由于呢最近他这个手有点小伤 他委托我来演奏 他也SARS演奏的也是非常不错 小学就拿到了烈鱼考虑的九级 希望呢咱们在场的女嘉宾 如果牵手 跟她牵手成功的话 她下去给你演奏很多首美妙的音乐 等一等 我们台上有个女嘉宾在不停地示意我 爆灯的那个东西出问题了 19号 我特别想爆灯 但她坏了 快快快快 快 让她爆 快 让她爆 真可爱 这个 这个 这个不错 这个不错 有人玩赖啊 对对对 这个我得帮望丽露说句话了 这个不再这样 望丽露一直在喊 一直在喊 旁边都听到了吧 不再这么欺负人呐 我跟你们说 这个真的我可以做正 对对 一直一直拼命在喊 对 连我都听到了 应该用生命在爆灯吧 明白明白 我们也鼓励22号这个过法 但是呢 从这个有些来后导 有些来后导 来报用 把她的灯灭了 把她爆了 把那22号的给她 给她 给她 怎么动啊 丽露 不是 我想试试 我真的好报用 但是我一定 他想试试好报用 他是不在试 我不要 我自己来做事情 我报用也是为了表明 我是想留灯到最后的 如果她把我牵走了 那我觉得 那现在还是让人汪玲露保 人家还是得来的嘛 对 好吧 好吧 面吧 面吧 我比汪玲露大 我让她 能 能解决一下吗 来 来 汪玲露 再试一下 强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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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下我就放心了 来 最后是带不带你走 这个我保证不了啊 反正他不带我走 我就那让你了 你自己劝他吧 我说一下我为什么 我在这舞台上 没有为任何人报过灯 包括我在这舞台第一次上来 我说我想要找聆听这个内心 很多人骂我老残 说我很多很多很难听的话 《非诚勿扰》这个舞台 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感动 比如说上次的五周年 就是带小孩来的是吧 包括双胞胎他们 我觉得这一切都在提醒着我们 其实爱情最真实的样子 就是可以平平淡淡一起走下去 所以说如果我觉得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现在一定会去争取 而且我为什么刚刚我跟黄脸老师说 让我抱灯我没有抱 为什么男嘉宾的父亲出来的那一瞬间 我抱灯了 因为我是一个很缺少 你赶紧说为什么 我是一个很缺少父爱的人 我觉得你们的这种家庭感觉很感动啊 我想跟你们一起生活 他一直是跟母亲在一块生活的 这一点我特别厉害 上次他妈妈到现场来的 我们看到的 好 来 我妈几点到现场 哎呀 这一家在哪儿 我们看一看 慕琳在这里 好 刚才我看到了 那个男嘉宾一家全来了 这是特别慎重的啊 这个最后一个问题给20号 我在中间快急死了 我也 因为我平常实在不太很 善长表达自己的感情 然后男嘉宾你各方面 真的都还蛮负合我的条件的 而且男嘉宾你的父亲也上来了 你刚才说你再过三四年结婚 我这样就放心了不少 因为我确实我还年龄比较小 我有很多事情 就像我做饭什么的都不好吃 我做饭特别好吃 我记得前男友就说 如果能谁吃 就是谁吃一年你做的饭 谁就说明他特别能吃苦 我觉得三四年时间够了 够了够了够我秀联子 特别连吃 恭喜你进入到男生角度 来 我们先谢谢男嘉宾的父亲 我们来 上去练掉六盏灯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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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在20和22当中 有请8号 20号 在公布心动女生之前 我想问一下黄磊 你猜一下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猜一下她的心动女生 我想问问大家觉得是 20号 20号 有人说8号 那黄曼仙猜啊 15号 15号 古丽雅 15号 黄磊老师 你还没问的时候我就先问她 我说你觉得是谁 我就直觉就是古丽雅 她说是 古丽雅 黄磊在这方面好像很有天赋 我们再验证一次 来看大屏幕 我开始陷阱了 来来来来 快表一下获奖感言 我对这个确实有点直觉 还懂我了 黄老师 对 而且我觉得她北京小伙子 她就觉得古丽雅这样的可爱 然后像那个丫头片子 丫头片子 丫头片子 王丽雅说什么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王丽雅觉得竞争压力有点大是吧 不是 主要是她的内心 跟我就太不是一个内心的 王丽雅你没有压力啊 古丽雅是给她灭了灯的 所以你现在优势很大 好 待会儿再猜看大屏幕 来 十项资料 选一项 7号吧 7号吧 苏妍 我最喜欢她们选苏妍 而且孩子耳根软 底下喊苏妍 来 开开开开 快开 你看 这张晨曦 这是汪玲露吗 这是啊 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那个我得报个料 就是我不知道女嘉宾介意不介意 我以前是个小300斤的胖子 就是说你介不介意我身上就是 有很多伤痕 还有很多一些我自己的故事 你保持了多久 你现在这个体重 我是大一的时候开始减肥 减到大二大概减了100斤 然后为什么要介意 留下了什么呢 伤痕累累 就是我可能身上有一些那个 留下那个肥胖纹 减肥那个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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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它慢慢吸收 然后可能有些疏 不就是生过孩子的这个样子吗 对 诚实 这孩子诚实 来 来 来 我不太介意 就是身上有疤或干嘛的 我觉得这些无所谓的 穿衣服都会遮起来的 这也不重要 你娶个媳妇 她生完孩子也跟你一样 为什么呢 来 准备 孟爷爷刚才一直没注意到 我举了很多次手 我们有很多共同点 以前我也养过一个狗 也叫当当 来 古丽亚 我不介意 不介意 毛铃鹿 我当然不介意了 而且 为什么我说当然 你们像是这样 不是说我花吃好吗 不是 你说什么 我都觉得特别可乐 不是 还有 我觉得她能减这么多减肥 是一件很需要印尼的事情 有没有 是不是 很优秀吧 20号 我很佩服男嘉宾 你能够从300多斤 然后变成现在这样一个 非常匀称的身材 这样 就如果你身上有一些纹路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去掉的 其实 纹路是什么意思 就是 纹路 纹路它是看似的 你自己的肉啊 纹路是不一样的 都不介意 都不介意 最后做决定之前 给汪玲露最后一点时间 不要音乐 这些人来熟了之后 他就不一样了 我想跟他唱一首歌 好 好 是我勇敢太久 决定为你一个人而活 不论说出口 那么折磨 勇敢了太久 城市充满短暂的烟火 无处躲 照亮的沉默 爱越来寂寞 因为其实我到现在 我单身了一整年 勇敢这首歌陪了我很久很久 我想说在我一个人 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的时候 然后一个人搬那些 因为我拿不动快递的时候 我都想说我真的勇敢了太久太久 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替我勇敢下去 我希望那个人就是你 好 到他要做决定的时候了 两位黄老师要不要猜一下 王林璐 你这个有可能啊 但是我觉得你要坚持古丽亚呢 也不是没可能 我想打断一下 在男嘉宾选择之前 我觉得有请你们三位 跟男嘉宾再谈一谈生日的 来 莫菲 你要负责二伙 你知道 你知道这个生活 你要负责二伙 谁压力最大 我压力最大好不好 你是第一个接盘的 我跟你讲 你赶紧出去 你说说正确选择之后 安排你们全家去吃面条啊 这是开玩笑 这是开玩笑 婚姻大事要慎重啊 但是我觉得你也别听我们的 我觉得你做你自己的选择 是最正确的 好好好 来 来 来 如果你坚持选择心动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 你一个人回去 另外三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 想清楚告诉我们决定 我想得这边的女孩子 好 我不敢回头看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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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女生挡住了她的路 说 凭个什么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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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 我来回来 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有七个美酒 参作新选择的最好谈起为主题目的 顶级无光晚餐套票一顿 其实一上台的时候 我就关注到8号女嘉宾了 因为她长得很漂亮 同时呢 她老冲我笑 所以我感觉到 她可能是不是对我有点喜欢 但是我没想到她最后会为我留灯 留到最后 同时呢 我也很感谢那个汪灵露为我爆灯 但是可能真的觉得 你做朋友确实超过做恋人 所以说我选择了一个最真实的选择 也是我决定最好的选择吧 当时看见汪灵露爆灯特别紧张 因为我全程一直很注意她 我举手孟爷爷都没有理我 没有看到我 然后我就特别着急 但是我是真的很幸运的 她最后选择了我 让我们和途牛一起去 马尔代夫旅游吧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我叫李元琦 今年31岁来自伤爱的韩国友 李元琦欢迎你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24位请问对李元琪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请选择 好 这边话音未落 汪凌路的张律平 他受伤了 还有孙英王 都前一场受伤了 汪凌路 现在休战一场了张 来 华霞 华霞 汪凌路 当他那男嘉宾 我觉得真的也不适合你 一个是他年龄还没有大到 能让他足够成熟到包容你这样子的 就是好多次 任性 对那种任性的那个女孩 另外一个 就是你特别欣赏他的家庭 但是我觉得他的家庭 可能真的也不大能接受 或者说能跟你这样的女孩 一开始就处得特别融洽 那也不一定 那个王老师 要想合适 王立如也可能会因为这爱 去改变了自己很多地方 也有可能 对 就是对 我就所以我说 如果你喜欢他那样子的男孩 和他那样家庭的 你这样子的可能就得稍微逮一下 我觉得他们那家庭 真的还是蛮 虽然是音乐世家 蛮苏倦去蛮能的 可能还都是比较喜欢那种 稍微文雅一些的吧 那不行 温润一些的吧 黄文老师也为你好 可以说你 你跟着听你 但是我想说 我没有觉得我有什么不好 你不是 我没说你 没有人说你不好 没有谁好和不好 只是适合不适合 没有人说你不好 就是他的这种气质 和你这种性格 他不是会那么适合 也许可能找一个 更有另外的家庭 很幸福的 可能跟你就匹配度比较高 是这个意思 来 我们让15号发表获奖感言 我刚才那边没有机会说 然后黄蕾老师说的对 他说如果他坚持心动女生的话 也不是不可能 对 然后我那时候没有 就是跟男嘉宾互动嘛 但是如果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还是认为他会坚持我 然后我真的认为他会坚持我 但是真的没想到 可是他关键时刻 他怕被你拒绝的 你其实刚刚给他点暗示 所以你看有时候情感就这样 你要不就灭灯灭晚一点 或者你自己有点动心的时候 你就告诉对方 你留着点小骄傲 你说我就要你坚持我 然后我选择了你 你就占领心理优势嘛 可能就失之交臂了 我动心了 而且我也很努力地去争取了 对 还有一个疗伤的 对对 差不多可以了可以了 好了 好 这不是那段 翻篇了好吧 人家等半天了 对 赶紧 我们忘掉前面那件事好不好 来 我们看第一条片子 在中国我经常听到说韩国女生皮肤好 长得漂亮 其实这些都是韩剧带给大家的初觉 中国女生和韩国女生最大的差异 是韩国女生更懂得怎么化妆 让自己变美 其实中国的女生皮肤比韩国的女生的要好 只是他们不懂得化妆 很多人说做化妆品的男生有点痒 我并不是这样的 这个只是我的工作 工作之外 我喜欢一些极限运动 攀岩召回了我 在困难面前勇敢超越 基建增强了我的目标感 让我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这样的极限运动带给我的 除了刺激还有动力 让我在奋斗的路上继续前行 三口 你做攀岩 我也很喜欢做 是因为自己有恐高症 然后想就是挑战一下自己 我先问一下你 为什么喜欢攀岩呢 说实话 请 离我的家近 5号 你喜欢蹦极吗 我喜欢 有一个传说嘛 就是说男女绑在一起 从那个蹦 一起蹦极的话 很容易爱上对方 不会的 我刚刚跳了伞 我跟一个跳伞教练房子一起 说鲜皮掉下来 我们俩也没发生感情 我去跳伞的时候 他们跟我说 没事儿 有个教练和你一块儿跳下去 那没事儿 后来到上面才能明白 那教练在我后面 我说看不见他 你跳出悬崖的时候 还是你自己 而且还有推你的后来 想当 二十三个 你是通过什么来观察 发现出中国女生皮肤 比韩国女生会好一些呢 就是中国的女生 化妆的比韩国的女生小 所以是容易看出来她们的皮肤 好像韩国女生是很喜欢化妆 从小就开始化妆 对对对 一般来说 男老公七点钟起床 媳妇五点钟起来化妆 那如果你的女朋友的化妆品 不是很好 你会不会自己买化妆品给她 我的女朋友的话 不管是化妆还是不化妆 对我来说是最美的 很好 中国女孩要么不好说 化这妆来就匪夷所思 你看十一号那个妆 化得怎么样 她也不知道用的什么化妆品 我跟你说 什么韩国男嘉宾都说 韩国女生 不是你们在韩剧里边看到 除了这个之外 你还有什么补充都没有 自从就来自新兴的你 播放了之后 就以前我说韩国人 哦 你是韩国人 然后现在是我是韩国人 然后他们的表情是 真的 这样子 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呢 因为是他们的要求比较高 以为都长得像杜敏俊那样 对 就期望的男人是高高的 素瘦的 帅的 女孩子是应该是皮肤好的 但是说实话 韩国人就讲得像我那样 这是韩剧带过来的一个错觉 是 是 是 来看下一条片子 我有过五段恋爱 印象最深刻是第二段 我们是在北京求学的时候认识的 刚开始呢 我当他是哥们儿 无话不谈 直到有一天我生病了 他买了药去我家照顾我 我当时很感动 最后我们在一起了 开心的时刻总是很短暖 我要去服兵役 在这期间 两人缺少见面机会 经常吵架 他缺乏安全感 提出结婚 当时我太年轻 对于结婚准备不充分 而且害怕婚姻 最终导致了分手 走出这段感情后 我觉得安全感 不是靠婚姻和金钱来维持的 而是彼此双方认可 结婚也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 谈恋爱 不能跟自己的好朋友 那样一旦分手 会失去一个很好的朋友 我喜欢的女生生活上有够独立 不要太年龄 妆方有鸽子的工件 懂得制造浪漫 这样的我 你们喜欢吗 有很多人总结 说是韩国男生提分手 基本上是三个原因 第一 服兵役 第二 不想结婚 第三 得癌症 你觉得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差不多 第三个原因 第三个是很少吧 那是韩剧里的 那要不就是车祸 那也是韩剧里的 韩剧一般不整死的人 就不算完呢 癌症和车祸 概率比较高 你好 你好 因为我今天刚刚有点 刚刚有点元气大伤 要不然我估计看到这位男嘉宾 你算了吧 你元气大伤 有人往里路上的面 要不然我看到这位男嘉宾 我估计我的灯又不安分了 就是 所以男嘉宾我想问 您作为这个化妆行业吗 就是会给自己化妆吗 我给你解释一下 第一 我不化妆 第二 我是市场研究的 不是产品研究的 我一般我工作上看的是数据 就是比如说流量 今天的交易额是多少 转化力是多少这样子 就对于产品来说 跟普通人 普通的男人 了解的化妆品比较多 好的 但是不会是那么调体吧 我是看 刚才听你跟一号在沟通说 你是做市场研究的化妆品 对吧 那你是不是会经常研究 中国女孩子购买化妆品的这种 就是她的这个心理 会研究到吗 是的 我基本上看到是那个 那你研究过之后 那你更喜欢一个浓妆的女孩 还是说素颜的 还是说就是你爱的人 他什么样子的状态 你都喜欢 说实话 我虽然是我在 从事化妆品的公司 但是我觉得化妆这个东西 是跟孟非老师说的一样 因日而异 第二次引用我的名言 第二次 只要是化妆这个东西 只要是了解自己的脸 然后自己怎么化妆 就完全是不痛的人了 所以是有的人 龙动化妆比较合适 有的人龙动化妆 就看起来别扭 这是规定吧 好 接下来打开专门 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啊 这本是我拿过来的商册 还有这个是后面的是我带过来的自己的相机 这里边的照片是你拍的还是 我自己拍的 哦 你自己拍的 哦 哎 今天还在这边做一个 今天我带过来这本商册 是我的生活的记录 我把最后的页面留下来 用来记录今天 所以今天顺便带过来我的相机了 我想跟我牵手的 还有心中的女生拍照 然后留下来 今天 谢谢 赵姨拍一张盒子 牵手的女生 来 我先了解一下你 你以后的计划就是 因为我也是上海的嘛 你打算留在上海还是回韩国 还是会考虑到去别的国家定居 这个三年到五年是一直在一起中国 可能是在上海一段时间 就 有点疑狠 这次是我第一次想拍的 就是我比较紧张 中文也不算是特别流畅 我喜欢比较独立的女生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可以跟我联系 想看一下心中女生吗 是不是汪玲露 要是汪玲露呢 是怎么样 你稍微护平一下 我的伤痕 哎 应该是吧 让我们去看一下 翻起了我更大的仇恨 哎 就是黄磊 你提这个干嘛 又是狗立案啊 对啊 哎 你看我好不容易 你看我好不容易抱一尺灯啊 那灯还坏 这不是个好预兆 再给我去进货 我们去进货 观众朋友如果想了解 24位女嘉宾的个人资料 和联系方式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 编辑短信81511加 女嘉宾编号 发送到106666620 或者登陆《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她们留言 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百合网 正爱网世纪佳营网站 或者到我们的现场 报名点报名 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想先了解下期精彩内容 请关注《魔法传奇》 节目最后感谢韩束晒美白独家冠名 感谢休闲旅游领导者图牛旅游网 感谢玉桥鸡尾酒领导品牌 瑞耀佐餐鸡尾酒特别赞助播出 感谢《非诚勿扰》 指定面膜女的专属面膜 魔法传奇 今天的节目提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的朋友们 大家欢迎上红 对 孟岩 今天过年 给大家摆一个香魂的姿势 她为什么寒情默默地看着我 为你而来呗 我灭灯灭灶 要是为我来的 我可咋办呢 亲爱的 我是为你而来 她是这样 这样的 我是这样 这样的 她带了个乐队来 没人无娘 往前一步是幸福 退后一步是孤独 在人一步都是为了看得更明白 爱情不能不进不出 往前一步是幸福 退后一步是孤独 在狠狠扰扰之间 我明亮的双目 朝能与我相爱的人